大家好 今天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低音的拓展 這是三把 就是八孔然後前方按孔 延伸的這個三把 比對一下這個管徑的除夕 那這三把 都是A調 這三把都是A 然後這個是降的A 432的A 這兩把是標準的A 那這兩把的管徑不太一樣 實驗這個 這個等於是小管徑的中間的這一把 那小管徑的話 就是說它的斜坡可以多一點 之前我們有用這一把吹吹殘的 然後那個放在那個置頂的影片 各位可以參考 那等一下我們來吹這一把 這一把是標準的 是比較粗一點的 那說粗細的話 我們這裡還有更粗的這一把 這一把的粗細呢 可能又多了一半以上 就是這個吹口的 陰孔的這個 我有做不同的模式 一種是這個可以站著吹的 六孔 一種是可以換過來也是可以盤做來吹的 那這一種是F調 這個也有影片 那這樣前方按孔的話 我們會不容易有這個觸覺 就是要在按的時候的感覺 所以我有做了這個火山口 讓這個陰孔的觸感 可以更靈敏一些 所以說我們這樣按的時候 這個感覺會比較清楚 這是我們延伸到這個前方按孔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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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觉如何呢 我们如果要听这样低音的哮呢 必须要带耳机或是说蓝牙喇叭 手机直接的喇叭听不到哮的声音 只会听到气息声 好像只有吹气的声音 消的声音很小很小 所以说如果各位要听得比较忠实 那音色的话 这个本身就是透过喇叭来听 我们手机的那个扬声器很小 直径很小 所以只听到中高频而已 所以听不完整的话 就感受不到这个低音的魅力 低音消的魅力 这次是用这个通俗的曲子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谢谢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